人气低就会该被对内最红的人霸凌吗? 这是女团Apro前程员李旋珠最想问李纳安的话 2021年2月,李旋珠的弟弟在航网发帖,前次揭开了李旋珠的退团真相 他声称,李旋珠在团期间遭受到了排挤与霸凌 党致出现了恐慌障碍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根本无法继续组合形成,所以选择了退队 然而,公司却勒令他亲下是一位想者行做演员 所以才选择退队的声明书 让李旋珠成了为了个人利益变弃组合的人 一时激起前层浪 很快,由李旋珠的朋友发文证实了这一说法 还提到,巴林他的那个人就是人气Top李纳安 说起Apro这个团,远没有他们的世界看让有名气 李纳安在团队中的状态属于一人托航母 还曾出演过大热剧《偶然发现的一天中的女二号》 然而,在控诉文中,他却是无恶不作 李旋珠把已经过世的奶奶送的保温杯放在宿舍里 却被李纳安装满了味道很臭的大酱 还会把李旋珠买的运动鞋偷走 坚持称呼为自己的 在李旋珠给他看了鞋上写的名字后 也没有一声道歉 只是把鞋扔给了他 眼看舆论愈演愈烈 公司DSP马上站了出来 发布了一篇全是否认的声明 其中提到保温杯根本没有写名字 李纳安在不真情的情况下用了 事后也为此事道了歉 而至于抢夺鞋子 则是练出一张照片 从画面中看宿舍门口堆满了鞋 其中有四名成员 由于尺码相同 因此经常有穿错鞋的情况发生 并不存在偷鞋一说 一时之间 李旋珠变成了刘欢英2.0 许多人说他无缘无故地泼别人脏水 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反转 一人被全团排挤 到底是霸凌者的错 还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在李旋珠的弟弟发文直指 李旋珠在女团Apro中遭受成七八零后 有网友拔出了多项证据 其他成员喊口号 大家的反应是这样的 但到了李旋珠时 就变成了无人关心 团队握手加油打气 李旋珠一旦走过来 大家就会迅速散开 哪怕是吃饭的时候都是如此 其他成员边吃边有说有笑地聊天 只有李旋珠坐在中间 无人理睬 可怜巴巴地夹着面前的冷菜 李安娜站起来给身边的成员们喂食 故意掠过了离他最近的李旋珠 在李旋珠发言的时候 身边甚至有成员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他 轮流唱歌的时候根本没人愿意走到李旋珠的身后 导致他一直排在队伍 好不容易抢到麦克风还会被推开 长此以往 李旋珠不堪压力 换上了严重的恐慌障碍 中断了组合形成 没过多久就选择了退出组合 然而在他最后阴长的舞台上 可以看出他眼含勒光 似乎对舞台留有不舍 面对诸多证据 Apro成了悲寒往托弃的霸名团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事情很快迎来了第二次翻转 说远了一个大家都讨厌的李旋珠到底算不算排挤 这是Apro的成员们最想问的问题 自从2021年初 Apro被曝霸凌李旋珠致使其退团后 组合的形成全遭停滞 本来就是胡团 如今面临退圈的窘境 或许是太过委屈 或许是想垂死挣扎 Apro在采访中给出了一次排挤的忧因 他们最初关系很好 成员们还曾为李旋珠准备过惊喜的生日派对 然而李旋珠却活得像个公主十分自我 经常说一些做idol很累 还不如去做演员的话 让他们感到十分头痛 还经常以生病为理由全息彩排 有一次录制音乐银行 在临上台前 成员们都没能等到李旋珠 只能紧急地排练了五人舞蹈 事后还因此上了音乐银行的黑名单 这首歌的打歌期间 再也没能登上该节目 而所谓的往他作为一场 放烂紫菜包饭的瞬间却冒失 紫菜包饭就扔在了车座最后一排 由于正值五月 所以形成结束魂爱时已经有了馊味 李旋珠开始大量喷洒香水 有对相为敏感的成员觉得头痛阻止了他 就换来了他的大喊大叫 做团体直播的时候 在另一名成员说话时将镜头一开 被问为什么时才说 拍你的话我的脸就看不见了 就在瞬间变得扑朔迷离时 被指责是霸凌者之一的李纳安的姐姐 出来狠狠地背刺了自家妹妹一刀 他声称李纳安很善良 绝不会霸凌李旋珠 还晒出了妹妹的日记 然而网友却发现 只张背后偷出的文字是 光是待在一起都很讨厌 拜托从我眼前消失 这似乎成了李纳安 呆头拍截李旋珠的实锤 看起来讨厌是真的 拍截也是真的 只能说无论出于什么理由 霸凌本来就是错误的行为 Apros在南韩彻底胡了 也正因如此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